好 大家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我们要证明刚才我们所做的算法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描述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算法是正确的 那么假设呢 一开始我们有两个指针 分别是STAR和M 大家看这个步骤2呢 指的是我在这个 主的是我在这个博客里面的每一个步骤 大家可以去看具体的这个描述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博客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在这个描述里面呢 就没把这个步骤2写出来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STAR会往前走 对吧 一开始的时候 STAR和M都在这里面 都在这个指向末尾 然后M不变 STAR一直往前走 那么STAR往前走的时候呢 会判断他指向的节点 是否和M节点呢 在同样的这个窗口7之内 当这个STAR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STAR和M之间的节点呢 就是窗口7内的所有节点 对吧 这点应该还好理解吧 一开始的时候 STAR和M都在这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呢 STAR在这个节点处 这里处 我们一开始 最开始的这个STAR指向当前这一个节点 然后M在这 紧接着STAR往前走 一直走到这个 一直走到他超过这个窗口7为止 超过窗口7的话 他再往前回推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 STAR和M呢 在这个窗口7之内 在这个STAR和M之间的所有节点呢 都在同一个窗口7之内 OK 这就是我们这里面说的 那么假设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STAR和M之间相隔X个节点 那么根据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由于STAR和M是在同一个节点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这个 这里面所说的这个X 这时候就是0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STAR往回推的时候 大家看 回推的时候 我们退的这个 STAR回推经过的这个节点数呢 是由这个变量抗来表示的 是由变量抗来表示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看 如果一开始STAR和M相隔的距离是X个节点的话 那么接下来 STAR往前进了个抗个节点之后 STAR和M之间 它们的距离就是有抗个节点 再加上X个节点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X是0 这是因为STAR和M指向了同一个节点 那么假设 不管是0还是其他点 我们都用X来表示 那么这样的话 STAR回推到这里面之后 我们都会有抗个节点 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STAR经过的这抗个节点 加入到这个walking对列的 末尾的尾节点中 那么由于其流量 都是从STAR开始的这个抗个元素中的最大一个 大家看 因为这个STAR呢 和这个M呢 包含了整个窗口器之内的所有节点 对吧 那么这时候 所有节点呢 就有这个STAR节点和M节点 以及中间的抗节点 和这个X个节点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做的时候 X是0 所以这个 在最初始的时候 这个STAR和这个M呢 中间就包含了抗个节点 那么接下来第二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STAR经过的抗个节点呢 加入到这个walking对列的这个尾节点处 我们加入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每一次从这个STAR往回退 往回 由于这个STAR退到这里面之后 这时候再加入这个walking对列的时候呢 这个STAR只真要往前走 走抗个元素 那每走的一个的时候 就要加入这个walking对列 在加入walking对列的时候 我们是有要求的 就是当这个STAR往前走的时候 经过的这个节点 要比这个walking对的这个末尾节点的这个流量 只要大 我们才会加入到这个walking对中 要加入到这个walking对中 那么这样的话 当这个STAR把前面这几多 这么多个节点全部加入到walking对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walking对呢 它的这个尾节点呢 它的流量呢 就是这个窗口期内所有节点流量最大的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walking会呢 它的尾节点就存储了 这一个窗口期之内的 最大流量最大的那一个节点的流量值 那么这个最大节点 这个节点的流量值呢 正好就对应着我们这个窗口期的 这个对应我们这个窗口期里面的 这个最大网络流 OK 这是一点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当我们第一步初始化的时候 STAR推到这的时候 再把所有的节点都加入到这个walking会 加入到这个节点之中 walking会最末尾的这个节点呢 就是这个窗口期所有节 这个窗口期之内所有节点的 这个流量最大的那一个 那么流量最大的一个 就对应的就是这个窗口期的这个网络流 那么这时候我们有一个条件呢 就是大家注意我们有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max会呢 当这个max会是空的时候 大家看我们说过当这个max会是空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walking会里面的流量全部都要提交给这个max会 那么一开始这个max会是空 我们把这个walking会的里面的这个呃里面对列里面的所有这个节点呢 全部加到这个max会的时候 max会最后的这个末尾节点呢 对应的就是整个窗口期之内所有节点的流量最大的那个节点 那么也就是说max会最后这一个节点呢 最后这一个节点呢 就是这个整个窗口期的这个最大的网络流 网络流流的值 OK这是一点 OK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这个x不为空的时候 大家看如果这个x不为空的话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分为两部分 不为空的话 这个假设这个x不为空 那么x不为空的时候 x在这里面x个节点呢 就已经加入到了这个max会中 那么如果不为空的话 我们这个x从x这一段这个时期之内的 这一段里面的节点呢 那么它的这个网络流的这一段里面 这个网 它的这个网络 这个网络流最大的这个节点呢 仍然存储在这个max会之中 然后呢 看的这一步的看的这一步 看的这一部分的所有的这个网络 所有的网络节点呢 那么最大的这个节点呢 就加入到这个working会的这里面 就加入到这个working会的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假设在这个 大家看 比如说在这里面 一开始这个m在这里面的时候 那么m到9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个m到9的时候 指向这里的时候 我们这个max会呢 就会指向的是这个7和8 大家看刚才我们走过了 m在这里面的时候 这个start会到这 对吧 start会到这里来 start会到这里来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max会就已经存了7和8 这时候我们这时候要把这个3和1 5和4 5和4加入到working会中 那么这时候x就是这一部分 就是7和8 那么这个抗呢 就是这一部分 3和1 5和4 ok 3和1 5和4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在x的这一部分呢 这个max会呢 最末尾节点 就对应着x这一部分的这个网络流最大的这个节点 然后3和1 然后3和1 然后这个working会的末尾节点呢 然后这个working会的末尾节点呢 就对应着这个con的这一部分 对应着这个con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节点 那么给大家再做形象一点 就是这样的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3和1之间呢 就是con ok 到5和4之间呢 这一部分就是con 那么这时候呢 7和8呢 7和8呢 到这一部分呢 就是x 就x 然后m和star分别指向这个头 那么x这一部分的节点呢 它的最大点已经在max会里面了 然后con的这里面这一部分呢 看con的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呢 它的最大节点已经在这个working会的末尾处了 那么这个con和这个x 再加上这个start end呢 就组成了一个窗口器的所有的这个所有节点 那么既然这个x和con呢 这里面的这个节点呢 组成了整个窗口器的所有节点的话 那么整个窗口器之内 它的网络最大流就是所有节点的 最大的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最大的一个 那么这个最大的点 要不就是在con这一部分 要不在x这一部分 对吧 它只能分成两部分 要不在con这一部分 要不在x这一部分 如果在x这一部分的话 那么这个点就在这 对吧 如果是在con这一部分的话 这个点就在这下面 ok 这个点就在这一部分 那么当时我们说到 如果在这个working会里面 加上呢 假设这个最大点在con这一部分 那么这时候我加入的这个working会的这个节点呢 我加入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呢 这个节点的这个某一个节点的网络流的值 肯定要比这个maxcreen大 那么一旦刚才我解释过 一旦我们加入到这个working会的时候 如果这个节点某一个节点的网络流 比这个maxcreen maxcreen的这个 末尾节点的这个 末尾节点的网络流大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个maxcreen给清空 就会把这个maxcreen给清空 对吧 就会把它给清空 如果 如果这个最大值是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保持这个maxcreen不变 那么不管 如果这个maxcreen是清空的话 我们后面又要把这个working会里面的内容呢 转移到这个maxcreen 如果不清空的话 那么这个maxcreen仍然保持它原有的这个值 因此不管遇到哪种情况 不管是这个最大这个网络节点 是落在这个com这部分 还是落到这个x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maxcreen末尾节点的这个值呢 都是这个窗口7之内的 所有节点中流量最大的这一个 因此当我们去找这个窗口7的时候 窗口7的最大网络流的时候 我们只要从这个maxcreen的这个对列中 找到末尾节点 然后把末尾节点这个流量得到 就是这个窗口7的 就是整个窗口7的这个网络最大流了 那么这样呢 就给大家基本上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们的算法为什么是正确的 那么这里面大家听的可能会有点模糊 那么模糊的话 大家可以去把这里面 再去把这里面的这个文档再读一遍 然后再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思考一下 应该就能够得到比较清晰的这个逻辑了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证明了 我们当前这个 呃 冲口 当证明了我们算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从代码上去看一看 这个我们的做法实际上 我们看看我们的代码是怎么实现 我们的算法吧 strs 抢